台北市長蔣萬安 日前到新一分局與同仁用餐 傾聽基層需求 慰問包括第一線警察 消防人員 市府團隊第一線的夥伴 規劃一一走訪 了解他們的需求 藉此讓市政推動更順暢 那另一方面 台北的治安能夠維持得這麼好 絕對不是一觸可及 也不是一天就會達成 是日期越遠 靠各位不斷的付出努力 才有成果 我想各位一定也看到這幾天的新聞 其他縣市 我們看到的治安亮起了紅燈 但台北 我們還是維持我們既有的傳統 身為首善之需 該有的光榮 所以在這裡除了謝謝大家 其實各位背後 我們各位的警卷 很多的家人 公司的付出跟體諒 讓大家的後盾 也讓大家 能夠無後顧之憂 成為市民朋友的後盾 未來市長 就是各位的靠山 也希望大家 只要是對市民好 維護市民的生命安全 財產安全 我們都應該更主動 全力賦 蔣萬安也提到 韓國禮太院事件 強調跨年活動不希望 類似情況發生 列舉三點規劃要防晃未然 我想今天特別來 主要是因為兩件事情 第一 因為再過幾天 就是跨年 那我們這邊會舉辦跨年晚會 我也知道大家非常辛苦 也都做了萬全的規劃相關的準備 甚至也成立防載踏小組 來協助不管是相關的安全交通疏導等等 但是還是有幾件事情提出來 第一 因為這一次的跨年相較於前兩年 因為碰到疫情 這一次應該算疫情後 甚至疫情趨懷 民眾應該會非常踴躍的 來參與這一次的跨年晚會 所以可以預見人潮會非常多 所以我想在相關的 包括治安、交通疏導、行踩踏等等 相關的措施一定要落實 第二 其實 之前 還沒有發生離開任的事情 大家非常關注 台北這一次 算是疫情後 第一場大集合聚會 我們必須要防範於未來 我們也不希望看到任何不幸的事情發生 因為大家都在看 第三 也因為如此 我想我們一定要料理從嚴 也就是任何突發的狀況 我們一定要做好相對應的準備 包括也許不一定是我們 可能本身警察 同仁相關的業務 有可能 年輕朋友很多 在人潮裡面突然太興奮 或是身體的因素 昏倒等等 當然我們現場都有相關的醫護人員 志工會來協助 但同時也會需要 我們其他同仁 也應該主動積極的來協助 因為都是士兵朋友 都是我們的民眾 我們都希望大家能夠進分力量 能夠讓任何的傷害或風險 降到最低 第二 我要提就是 因為今年 跨年之後 馬上就會碰到農曆春節 今年農曆春節又特別的早 1月19號 所以跨年後 緊接著農曆春節 也就是各位 馬上要協助相關 我們過去的村公路 這都是市民 非常需要我們各位 其他同仁幫忙的時候 市長與袁靜參與交流 也頒發慰問品 關心警察同仁請勿狀況 並加油打氣 感謝大家的辛勞 一起發揮團隊精神 維護治安 記者溫英俊台北報導